這條片相信大家是等了很久的 由聖誕節開始就已經有人問 我是怎樣猜歐聯呢?哪一隊會晉身百強呢? 其實我一直都有觀察著這些球隊的表現 另外在李施日誠的評論來講究竟會不會降班呢? 其實我都講過是很取決於他們的歐聯的前途 所以其實在歐聯的十六強來說 有多少話題是需要討論一下 在十六強的賽事我很快地講一講的對碰 曼城就對摩納哥 王馬就對拿波里 賓菲加對多蒙特 拜仁對亞仙奴 波圖對祖雲達斯 利華古信對馬德里體育會 巴黎勝爾爾門對巴塞隆拿 西維爾對李成 OK 首先其實是逐一拆解 當然要 王馬對著近期都狀態不錯的是拿波里 但問題就是我認為 王馬現在一隊進可攻退可守的球隊 他們是能夠解決問題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入八強的機會是大的 另外雖然多蒙特剛剛就輸了波了 在聯賽 也很快 這個星期他們要打賓菲加 但問題就是我認為他們級數上 是可以過到賓菲加的 在級數上 我認為多蒙特今年 是暫時16強是沒事的 暫時16強都是沒事的 另外就是祖雲達斯和波圖的級數 我覺得是有一段距離的 祖雲達斯自從大巴拿來了之後 其實他們前場的攻擊力 是靈活了 是銳利度強了 雖然有一個 隨時都變成 計時炸彈的伊瓜煙 希古欣 在前面 但問題就是我覺得 他們在16強暫時都還是會沒事的 暫時都還是會沒事的 好了 另外 就是這個馬德的體育會 我認為他們會贏得比較辛苦 對這個李維古遜 是會比較辛苦一點的 馬體會 因為他們不是一隊很主攻的球隊 他們對著比較弱一點的隊伍 他們那個主攻其實是會吃力的 但我覺得他們 因為他們的防守能力都是強的 如果你說古遜是進不了他們的球 其實馬體會依然是有利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16強都會沒事的 好了 巴塞近況是比較差的 但是 巴黎近況是更差的 我認為 巴黎 巴黎 今年的滑落 是更加是 比巴塞 和巴黎的球員 一向的意識都是不好的 球星是明大於實 我覺得 巴黎是 不會過到巴塞的 巴塞 依然 是16強是會沒事的 好了 拜仁對阿仙奴來說 其實實力真的有一段大距離 我認為是 雖然拜仁近年的年紀越來越大 球隊進入更新換代 經常都要等對手犯錯才能入球 但問題就是阿仙奴 的確在身位 硬正度 體能 高度 很多東西上面 都不夠 這個 是巴仁來撼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系列來講 大仁過到八強的機會極大 好了 去到最後 其實呢 我們發現呢 只剩下兩場的賽事 是比較難 是預測的 一場叫曼城對 摩納哥 一場叫西維爾對 里城 好了 我們首先講了這個 是曼城對 摩納哥 因為西維爾對 里城是更難的 曼城和摩納哥是 難預測 不過也不是說預測不到的 好了 這個曼城和摩納哥 好處 取決於 就是曼城 他們英超的賽程 因為其實英超的賽程絕對是一個會拖垮歐聯的成績 反過來歐聯同樣會拖垮這個 英超的成績 好了 曼城 曼城他需要在2月22日主場對摩納哥 我們知道其實曼城 還有一場是曼城 雙雄打比 曼城打比的賽事 是 to be confirmed 是何時打的 但是預計應該會在2月尾的時候打的 那就是說 其實呢 在2月的前後 曼城除了要處理足總盃的賽事之外 還要對曼聯 那這個情況的時候呢 其實都重要呢 是去面對這個 曼納哥 OK 好了 是對著曼納哥的歐聯16強次回合的賽事會在3月16號到進行的 而3月11號和3月20號中間都有英超啦 3月20號的賽事還要對前四爭奪分子利物浦的 那就是說其實呢 是打完這個 歐聯的16強次回合之後 4日後要立刻對利物浦呢 那所以其實對曼城的班底來講一定是壓力的 那就要看看曼城的班底 曼城今年的班底呢 不是說差大問題 就是說呢 球員是有受傷的問題的 這個伊基根道簡呢 其實是傷了啦 收了禮 其實我覺得曼城的班底呢 暫時今年呢 是未足以呢 是可以支撐到兩個戰線的 只不過是因為呢 有一個可喜可賀的情況 就是耶穌的打救 耶穌的打救呢 令到曼城呢 是重新激活 即是如果耶穌不來呢 這場賽事呢 就不需要想的了 摩納哥盡級 但是因為呢 耶穌來了 所以令到我呢 都還有少少呢 是 是不夠confirm 不夠confirm 但是大家看完那個英超的賽程 以及知道今年英超那個追逐呢 是這麼激烈的情況底下呢 其實呢 對於曼城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隱憂啦 那另一個問題啦 就是如果輪換的上面 會不會出亞古路打歐聯呢 因為亞古路叫做呢 是多些的是歐聯經驗 所以先出亞古路做正選 行先呢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曼城的晉級機會更加是微啦 那另外還有一個因素的 就是曼城的防線呢 是比較慢的 但是這個摩納哥的進攻呢 是出了名快的 而且呢 球隊 是上上下都是年輕的 有為的 而且one back key的球員的數字是多的 那摩納哥其實今年是一道黑馬來的 那在這個情況下 對著曼城 曼城的壓力是極大 曼城的壓力是極大 加上呢 是因為曼城今年的基礎 真是要是 拿這個英超的前四 那所以其實那個著眼點呢 會放回英超 我認為這個系列賽呢 對於曼城來講 不論在班底 不論在那個是作戰的 是戰線的 是精神度的擺放上面呢 都會是 一定的壓力 而英超他是他們的首選 那所以對著現在呢 是這麼猛烈的 就是摩納哥呢 我認為曼城呢 是未必過到摩納哥 其實如果呢 比我猜 我依然是會猜 摩納哥呢 是晉級這個八強 是淘汰曼城的 那對於曼城的 粉絲來講 其實不需要太過呢 是覺得 是不開心啦 因為其實 曼城呢 去到下一季的 是冠軍機會呢 是說英超的 冠軍機會 是大的 那所以其實 今年暫時呢 是那個歐聯的前途不好啦 那其實夏年呢 如果保持到今季的前世 夏年是可以繼續呢 是進入這個歐聯的賽事 那也都在英超的賽事上面呢 曼城的冠軍呢 是 機會是很大 那所以 對於 曼城的粉絲來講 不需要太過不開心的 好啦 去到最後啦 要講李瑟成啦 那我上一條片都講過啦 李瑟成的魔鬼賽程呢 就在4月 那如果他們進失到 百強的時間呢 那對於他們的那個英超 那個護級呢 是極之渺亡的啦 那我打了一個分數 就是九成鋼斑啦 如果你設定過到這個呢 是 西維爾的話 那如果呢 我是這個 雲尼亞里呢 其實我絕對呢 是會估計到這個情況 所以我認為 如果最佳的策略 對於這個教練來講呢 就是壯士斷備啊 就是放棄對西維爾的賽事 不要 跟他們周旋啦 就是算數啦 就是輸了給他們就算了 那就是 就是 去 在這個 十六強租到淘汰就算數啦 就專心打回呢 就是魔鬼賽程的4月 因為要打兩場六分大戰 還要到熱刺 但是問題就是說 反過來 李教練想這樣而已 球員未必喔 球員的心態又 180度 反過來 為什麼呢 我相信 華迪 馬列斯 摩根 這些球員呢 下一季就會走的啦 下一季就會走的啦 他們不會想著留在李斯一城 所以呢 因為呢 在英超的前途呢 對他們來說其實是不重要的 哈 這個李斯一城 究竟互不互到 對這班球星來說是不重要的 好有趣啦 是不是 如果這樣的話呢 很有趣啦 這些球員呢 絕對是會把所有的精神面貌狀態 放在對西維爾的賽事上的喔 那這樣就奇怪啦 整件事是極度奇怪啦 教練想輸 球員想贏 那你說怎麼猜呢 那你說怎麼猜呢 就是對於一個預測來講呢 這一件事呢 是吐血的 是正常來講呢 應該是預測不到的啦 講到這一部分 應該是預測不到 好啦 那在實力上呢 無可置疑西維爾是高一班的 無可置疑西維爾高一班 但是我都講過 李成是一隊 癲的球隊來的 癲的球隊來的 難以預測 那李成一直在這個英超的成績不好 因為他們呢 是完全放鬆地進攻的 對任何球隊他都認為我們是 為免球隊我們要攻 所以其實呢 他們 拼棄了他們上一季 拿冠軍的基礎就是 穩守突擊 但是今年呢 他們走去攻 所以呢 這樣搞法呢 成績當然是會不好啦 但是問題就是說 如果他們去歐聯又反過來呢 如果他們去歐聯 他們覺得 咦 即是不要呢 和大家 和他周旋 先穩住 守住 反擊西維爾 西維爾一定攻的 西維爾他們有 有主攻力強的球員 黎元娜絲 所以反過來呢 李成反擊又會來得好一點的喔 又會來得好一點的喔 所以是不是很多東西都很難預測呀 沒錯啦 極度難預測 極度難預測 就是說如果在投注的角度來講呢 因為教練又想輸 但是球員又想贏 上上下下的那個士氣 和那個氣氛是不一致的情況下呢 你覺得西維爾的機會大一點呢 又無可口非 但是在戰局上面呢 如果李成穩守突擊呢 對於西維爾來講 是一定的壓力的喔 所以 無論如何都好 如果站在一個投注的角度 甚至在一個建議人的角度來講呢 我認為這場賽事是絕對不值得投注的 絕對不值得投注的 不過說到最後啦 因為 當然啦 教練是有一定的力量 可以不出這班球員去打這個 歐聯的 但是如果激怒了他們呢 他們更加放棄了英超和你玩東西 又是死的 所以 無論如何都好 就是我認為 如果給我真的要猜呢 我會猜回西維爾晉級 但是我不排除 我不排除 李斯一誠是真的有一個呢 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歐聯 所以我講到尾都是說呢 這個位置呢 我很負責任地說 我不敢猜 我不敢猜 只不過呢 我覺得呢 西維爾是有機會跌 而已 如果真是李斯一誠是瘋了 再去晉級下去呢 其實大家都會想起一隊球隊呢 就叫列斯聯啊 列斯聯當年呢 就是打到歐聯四強的啦 但是就是降班的啦 那其實我在季初都講過啦 李斯一誠其實就是另一隊列斯聯 他們降班呢 就是鐵膽來的啦 不過不知道是今季還是下季 如果呢 他們真是 去到歐聯八強呢 他們一定在歐聯 他們一定在英超是降班的 那大家呢 就拭目以待 李斯一誠這個 這麼有趣的情況啦 阿嬤